中共官场带着,在习近平上台反腐一段时间后,成为令人关注的普遍现象。 有学者剖析了这一现象的实质,认为最近几年中共官场出现官员普遍以消极代工为典型表现的二新。 其与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完全不同,是因为官场与高层的关系已从江湖时代的闷声发财的同伙关系,重回猫时代种鼠巨翼猫,猫在鼠仇困的猫鼠关系。 旅美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5月1日在大纪元发文指出,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 中共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重大风险,如果官员让危险升级为真正的威胁,他们都将为此负责。 这话的前台词是,官员们在做看风险升级,仿佛他们身处这个政权之外,无关痛痒。 文章指,近年与中国经济下行同步出现的是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消极代工,这是官媒最近不断发表文章批评的官场实弊。 这种新模式大致有三个特点,静观、堕带、胡杆。 所谓静观,就是对经济形势恶化无动于衷,等着看笑话,看你们上面怎么办,所谓堕带,就是懒得出力。 本着少干少错的宗旨,坐着不动,上面反正不能因此彻职查办,所谓胡杆,就是单纯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简单模仿。 不顾经济社会效果是好是坏,上面的要求已经执行过了,至于有没有用,是否做过了头,那就不在乎了。 事实上,近年官场出现严重的怠政情况,在官媒报道中也频频可见。 中共新华美日电讯去年6月份曾刊文指责基层官员出现混日子暗流,许多人身居已现有退休情节。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去年5月21日刊文批评称,现在有一些官员失去追求,无所作为,反以无求自狂。 把一致消沉,视为淡泊者有之,把围观平庸,毫无建树,视为超脱者有之,把怕事推诿,圆华逍遥,视为旷达亦有之。 公开的陆媒报道显示,近年整个中共官场带正懒正乱象频线。 官员被报在上班时间赌博、吸赌、打游戏、网购、看色情片、甚至通奸等。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也罕见公开对着面向全世界的媒体镜头发火,以大量言辞批评官员懒正带正。 此前中共官媒曾多次报道,总理李克强上任以来,时常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官员带正等经常发火。 据官媒披露,有一次李克强发火时,一度用茶杯敲杂桌子。 程晓农前述文章指出,对中共高层来说,官员们的新行为模式构成了当局的政治风险。 其要害不仅仅在于挽救经济的意图难以落实,更重要的是,中共现在面临的风险。 最大的不是民间广泛存在的不满和灵性的反抗,而是经济风险,因为后者是全局性的。 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状态,而在集权体制下,推动经济的主要手段,要靠各级官员运用高层提供的政策工具,设法在各地营造经济增长的机会。 如果各级官员普遍消极代工,则当局试图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的种种设想就可能落空。 文章揭示,现在官场与高层的关系已从江湖时代的上下童心,闷生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中鼠巨翼猫,猫在鼠愁困。 文章指出,在中国,过去从邓时代到江湖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下,由于政府不能再用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等手段有效地动员并控制社会和官场。 高层与官场之间就从单纯的命令、服从关系,变成了一种互利式交换关系。 这种官场与高层的蜜月必然导致腐败横行。 在经济改革引入私有化之前,官场腐败主要表现为特权消费、受贿、现金、贵金属、古董、艺术品等。 而一旦国有资产私有化了,中国此举始于朱镕基1997年推动的国企改制,全面腐败的量级就起飞了。 由于官员们通过腐败而成了资本家,他们的敛财目标就变得无穷大。 而正业绩升官就不再是唯一的试图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个人安全系数的途径。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提拔起来的官场混混们,往往不会终日庸庸碌碌。 反而会想尽办法推动经济活动,不仅为了挣政绩,更是因为这是敛财的主要途径。 文章认为,目前官员们出现二新,主要是由于官场全面对高层的反腐行动极度不满,出现各种耳语诋毁和消极代工。 这种不满其实是对过去高层实施的用腐败换合作官场管理方针的怀念,而对近几年来高层的用反腐逼合作抵触。 文章指出,官员不满出了因为失去了安全感,终日处在漏网之后终日精心的恐惧之中,还因采路被堵。 失去了蛇迷荒淫的生活乐趣,最后还被断了退路,海外房产,海外金融资产以及逍遥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梦。 但官员们最大的难处是,谁也不能出头,去公开抵制反腐败,那等于是不打字招求诉死。 仇恨和不满只能闷在心里,这自然就有了二心。 而官员们恨习近平,并不等于他们向往政治民主,他们并不笨,知道民主化同样会反腐。 也可能是他们的死期,他们所真正盼望的,是终结目前这种官场与高层的关系。 故此,文章认为,官场与高层的关系现在已经从江湖时代的上下童心,闷生发财之同伙关系。 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即中鼠巨翼猫,猫在鼠仇困。 县当局对官员们的离心离得其实也心中有数。 城小农还强调指出,满怀二心的官员们离心离得,表面上与苏共垮台时的官场普遍心态十分相似,但他的政治意涵却截然不同。 因为私有化和民主化是相融还是对立,取决于两者的时间顺序,若民主化在前,两者可以相融。 例如俄国的民主化不会妨碍原红色精英的发财举动,红色精英可以利用民主化带来的新机会。 若私有化在前,比如中国,则私有化造就的共产党资本家们必然倾全力扑灭任何民主化活动,因为民主化可能是夺命之许。 正因如此,中共官员们虽然有二心,却多半不会有烦心,在维护线铁制这一点上,有二心的官员们与高层始终是一致的。 完美努力量数学院